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一起到西雅圖走走 看看一日遊能到哪些地方呢 還有什麼美味的蔬食可以吃呢 首先我們必須通過加拿大前往美國的關卡 由於今天不是假日 所以我們通關的速度很快 大約開車兩個多小時左右 就來到了西雅圖波音公司的航空博物館參觀一下 一進門可以看到許多國家的國旗 居然有台灣的國旗耶 館內有許多航派的機具展示 各式各樣的飛行器 還有太空站的展示 站在太空站裡還可以看到地球的畫面 還有許多科技的小遊戲 可以提供大家一些知識之旅 另外我們還去參觀了飛機的製造工廠 由於不可以拍攝 所以我們無法提供大家的觀賞 有機會您也可以前往去參觀一下喔 這樣子一早上就過去了 我們在網路上找到了西雅圖市區的一間 越南蔬食餐廳 去看看有些什麼吃的 它這裡有自助餐耶 他們的店很先進 可以自己在電腦上點餐 我們有這個 stir-fried noodle an noodle soup 然後沙拉 entrance 然後當然是是bubble tea dessert rice combo all rice combo 還是要吃combo的 buffet all you can eat 是24塊錢 就是25塊 這個bong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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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cy noodle soup 這個是 soyo milk 要不要每個人叫 然後再叫 好 我們看了老半天 還是習慣性的點了 越南最有名的湯可可 因為實在太好吃了 這個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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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麵對 炸麵對 Yeah 這一間店有許多自助餐 可以選擇all you can eat 吃到飽的方式 用餐 或者選擇一份菜飯也可以 這種湯和粉 通常他們會給一盤豆芽生菜盤 因為上來的湯會很燙 將這些生的菜直接加進去一起吃 再淋上一小片檸檬汁 口感很獨特喔 都一樣 大粗的 粗粉 加一些豆芽 這樣比較好 很好吃嗎 它有點生菜 生菜 對 它這個菜還蠻多的 跟著料 首先上來的是麻辣米線 這一種米線是屬於粗的米線 看起來很好吃喔 這個就是 這個比較好吃 其次上來的是標準的湯和粉 這一種和粉是比較細版的和粉 不吃辣的朋友 可以選擇這一種來吃喔 可是都是我們跟它改變的 其實它也是那樣子 好吃吧 味噌很重 那好吃就是這樣 哇 最後上來了 番茄豆漿米線 紅紅的看起來好像很辣 其實只是淡淡的辣味 真是太合口味了 不一樣它三種味 這個是豆漿麵 豆漿麵 好細的圓麵 我們特地點了這三種不同的米線 來嘗嘗看 果真還有它獨特的味道 很好吃喔 吃吃看 哇還蠻豐富的 這個是炸釀豆 釀豆 用餐完畢之後 幫美國朋友點了一份便當 看起來菜色還真豐富 炸飯 炸一點吧 另外我們點了炸芝麻球 和春捲套餐一份 這個老闆還真客氣 多給了我們一條春捲 他之前也到過溫哥華來 好了 我們現在前往西雅圖市區去逛逛吧 西雅圖市區最有名的就是太空真塔 Space Needle 之前去過太空真塔鳥看市景了 所以這一次就沒有再上去 不過我們搭乘了太空中心的單軌列車 由於年代古老 所以坐起來上下震動的很厲害 有點像是在坐泥銷飛車一樣 跟現在的捷運比起來差很多 不過兩分鐘而已 瀏覽一下市區的景緻 也是一種享受喔 只有一個站 就到了市中心區的百貨公司 下了車之後 我們就前往最有名的Pike Place 海邊公眾市場去逛逛 遠處還可以看到巨大的摩天輪 順便看看第一間的星巴克本店 由於是魚市場 所以當地做了這一個有趣的水族世界磁磚壁畫 還真有趣 黃昏時刻在這裡欣賞美景真是一種享受 巨大的摩天輪也印在眼前 出海的渡輪也趕著去看美麗的景色 哇這摩天輪還真是巨大 有飛越華盛頓的感覺喔 現在做一趟的價錢不便宜 所以我們就遠遠的欣賞它罷了 不過傍晚的景緻真是太美了 這樣也很值得 裡面還有許多遊樂設施 以及餐廳、商店可以進去逛逛 了解一下當地的生活情緒 太空珍塔的夜景還真是美麗 西雅圖一日遊 有空您也不妨到這裡走走 體驗一下不同的國度風情 好啦我們下回再見 希望您能支持OFTALK輕鬆生活頻道 趕緊訂閱我們 並按下小鈴鐺及分享影片 謝謝您的觀賞